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聊聊股市 因为群里的同学 他问港股还有机会吗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港股,美股 和我不建议投资的A股 聊一聊全球的金融市场 特别是股票市场 同学们,进群的同学 有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群里提出来 只要是我懂的,我有看到的话 我都会尽量解答同学们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说说从历史上看 A股,港股和美股到底哪个更赚钱呢 那么其实个问题 可以把A股排除在外 肯定是不赚钱的 到现在还在攻破3000点 那么重点就是美股和港股 哪个市场更赚钱呢 那么凭我们正常人的直观的感觉来判断 肯定是美股更赚钱 因为好像美股一直是在涨的 你随便问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非股民的朋友 我想他都会告诉你美股比A股涨得好 那么具体是美股涨得好 还是港股涨得更好呢 我们其实应该用数据来说话 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 其实是一种数字的游戏 用数字代表财富 那么实际上A股,港股和美股的 哪个数据能够说明 他们的投资价值 或者说哪个更能赚钱呢 这个涉及到一个指数叫做 宽基指数 宽容的宽基,金的基 宽基指数是用来体现市场表现的 那么什么是宽基指数呢 其实呢,按字面上的定义去理解就知道了 例如这个宽字 它指的是港股的成分股的选择空间 那么同学们,我曾经做过一期港股的视频 不知道什么是成分股的同学可以回看一下 我在附述一遍 这个宽指的是成分股的选择空间 因为它是个空间,所以用宽度来代表 但是呢,它不限于特定的行业或者说投资的主题 具有较强的市场代表性的一种指数 听起来有点复杂 我们还是按一贯的风格 用简单的语言告诉大家 宽基指数通常呢,是用来体现什么呢 体现某个市场或者说某个板块的整体表现 同学们有玩过股票的就知道板块 例如现在被炒的最热的就是AI板块 相应于它,它就是属于这个板块 AI科技 包括特斯拉某些除了变动车以外 它的FSD还有它的机器都属于AI的板块 港股中的成分股呢 其实就包含着各个行业 各个板块的某些股票 特定类的股票 如果很难理解的话 你就把宽基指数当作 约等于某些板块的整体表现 既然有宽,当然有宽 与宽相对应的 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宽 这就是宽基指数 宽基指数指的是什么呢 宽基指数其实是集中反映某一特定行业主题的走势 它相较于矿基指数来说 会更加的精确一点 所以在港股当中 成分股的选择空间就比较宽 涵盖了比较多的行业和某些投资主题 往往矿基指数不单单代表一个行业 有可能是多种行业的混合 宽基指数 例如说我刚才讲的比较精确 有白酒行业的指数 医药行业的指数 房地产行业的指数 还有计算机行业的指数 在AI之前 互联网泡沫的时代 互联网刚刚兴起的那时代 也就是信息革命的那个年代 计算机行业和互联网行业 是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方向的 这些载机指数 是在过去是最有潜力的 那么现在已经被AI这个板块这个部分的载机指数替代 所以宽基指数不限制在特定的行业 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股票 所以他刚才说过可以包含一个市场的 所以宽基指数应该说能够更全面的反映市场的整体的走势 那么常见的宽基指数有哪些呢 例如护生的300指数啦 还有中正的800指数啦 对王A股的同学就知道 那么在港股当中有恒生指数了 那么在美股市场当中就包括标普500 纳斯达克100等等 我们以这个宽基指数的历史收益来判断一个东西 就是这些市场的A股港股和美股的收益 那位同学问 港股接下来还有机会吗 我们讲讲题外话 同学们 陆群的名额是很有限的 以后群里面如果人数太多的话 我会提到门口 现在录群的调节非常简单 订阅我 然后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告诉我你已经订阅了 我会发链接给你就可以录群了 机会是什么 机会是比较出来的 投资品要相互比较的 环境也是投资品 比特币也是投资品 对不对 那么你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做对比 那你就能知道哪个是机会而哪个是陷阱 应该是分析事情 分析事务 不能只拿一个例子 拿特定的一个东西 不做横向的比较 这样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我们以前在中国的历史课上 往往是没有把中国历史 例如明清这几个朝代 放在历史的场合中 例如跟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历史 相进行横向或是纵向的比较 例如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 中国是什么朝代呢 同学应该不知道 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吧 华盛顿其实跟乾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现在你就可以很形象的看出差距来 如果我们讲到什么分建 中央集权 还是说美国的民主 欧洲的民主 你就觉得比较空泛和抽象 但是你把这两个人来比较一下 一个乾隆和一个 华盛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华盛顿作为美国的国父 建国之后是主动滥写 并且把这个传统一直移入到现在 影响了川普和拜登 只有在罗斯福的时代 因为二长原因 他连人久了一点 那么乾隆的时代 应该可以说是中国的中央集权 在雍正之后 顶分的 请乾隆时代 应该是解决了中国以前王朝 各个朝代的bug问题 达到了中央集权的顶分 但是如果你只在中国的历史场合中 会觉得清朝的制度已经很完善 但是你跟美国比起来 那我们再把话题拉远一点 那有金融 有历史 有政治 那这些的关系到你的前代子 说实话 现在的美国人 当年的美国人是谁呢 当年的美国人其实是印第安人 现在的美国人是华人 美国人还包括黑人 白人 一个多民族多肤色的一个联邦共和国 他们做着五月花号 从欧洲漂流到美国 有来自德国的 有来自爱尔兰德 各个国家的 欧洲的人都有 这很像什么呢 很像马斯克在照火箭 想把人类移民到火星上去 建立一个新的文明 现在我们觉得 欧洲领导美洲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在古代 你想象一下 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 能不能猜知道这片土地的存在 那么人类什么时候才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大家应该除了哥伦布之外 大家也知道迈哲伦 其实迈哲伦比哥伦布还更早的进行了航行 在1519年到1522年之间完成了环球的航行 人类是用自己的脚步 占量了地球 证明了 直见了地球是圆的 论证了地元素 但是呢 其实在公元前 公元前的400年 公元前000年再减去400 对不对 负400年 就是公元前四世纪 亚里斯多德通过观察月食的时候 就发现月球上出现圆形的地球的阴影 所以那时候呢 人类就在这个历史上 亚里斯多特这个人 代表了人类 提供了第一个科学证据来支持地球是圆形的这个 此时期的发现 那么把历史长河拉回来 也就是说因为人们知道 人类知道的地球是圆的 才有机会发现美洲 当人类因为牛顿的力学的发现 甚至说发明 人类才有到了如今 有可能移民到火星上去 一个是在理论上建立 一个是在行动上带领人类去 对不对 也就是马斯克 哪怕现在的金剑 运用的也仅仅是什么呢 牛顿力学 还没用到量子力学 曾经我也做过很多的量子力学的节目 同学们 说这么多 想说明的是什么呢 想说明的是 如果你不把中国的历史 放在世界的历史上去横向比较的话 你会觉得乾隆草特别的牛逼 但是呢 你把中国的历史 放到世界史上面一看 你才发现是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甚至可以说是落后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要把A股 港股和美股重新比较 你才能体现出港股的好与坏 刚才也说了 美国不要建立 很像现在的人类要去火星 就像当初那些欧洲的清教徒逼迫着 被天主教徒 因为宗教原因被逼到美洲大陆 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 现在成为了全世界最牛逼的 生产力文化 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那么呢 马斯特克这样的人 开始相当于做新建 真的很像一个寒寒的舰队一样 将人类的脚步又扩张了 到了火星月球 所以你横向比较一下 就会发现差距是这么的大 几百年前 欧洲人用他们的脚步 跑到美洲建立了国家 而中国还在闭关守国 那闭关守国呢 不单单是清朝人家 其实从朱元璋开始 就建立了这样的制度 就是骗话不得下海 我们以后有机会讲一讲 论证一下 中国经济为什么现在这么拉胯 就跟开放有关 我们以后再讲 今天主要讲港股 美股和A股 我们刚才说到 在中国还在闭关守国的时候 远隔一个太平洋 美洲这个国家建立了 当马斯克在美国发射新建 要把人类移民到火星上去的时候 我们的目前 华人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 我们现在应该是 远远报道都不乱报道 对不对 更不要说当初马斯克 有这样天方夜谭般的设想 如果同学们对世界的历史 科技 文化 艺术有所了解的话 你并不会觉得 马斯克这个人会多么奇怪 因为在世界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哥伦布 麦泽伦这样的人 在我们中国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以前不容易出现 以后也不容易出现 那么在国外是 他们的文化圈子 是会出这样的起义人和 特赫利基 在我们华人有一个赫利基群的人 因为你无法理解他这样的 当然有些人埋头在关 以前是关本位社会 金钱的低着头 为人生不停地往下挖的时候 有些人是会抬头 仰望星辰和大海的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仅仅把港股看成一个股的话 不跟美股做比较的话 不跟A股做比较的话 你看不出港股的优劣 看不出它未来的方向 因为港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香港人就回归了 1997年以后就回归了 我们这时候就要用历史数据说话 做一个横向的纵向的比较 也就是刚才说的宽基指数 以这个为基准来做比较 我刚才讲到比较远的地方 用什么做比较呢 距离嘛 空间嘛 就是欧洲到美洲的距离 地球到火星的距离嘛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宽基指数 也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 空间上的距离嘛 宽基指数嘛 不就是高的宽度嘛 三个市场的宽基指数的 历史数据的区别 不同以数据说话 金融要以数据说话 我们先说最差的A股 A股这12年的时间的涨和跌 它的数据基本上是各占一半 平衡了 所以现在变成3000点 我们说一说 A股中最好的一个板块 就是创业板块 12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是多少呢 8.26% 那你听起来好像很高哦 这时候我们再跟一个东西比较一下 银行股的股息率 就是A股的增长率 还跑不过银行股的股息率 那么呢 同学们 我刚才说过 A股照大家的印象也是最烂的 但是实际上呢 同学们 如果我把数据拿出来 你会下一条 港股其实比A股跌得更惨 已经连续跌了4年 这12年的总收益率 我刚才说过了 A股是8.26% 那么你能猜猜看 港股是多少呢 港股这12年的总收益率 是负数 什么 负多少呢 负0.66% 恒生指数的 12年的复合增长率是 负0.6566%左右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担心 港股从此以后 涨不回来的原因 所以那位同学问说 港股还有机会吗 其实就是因为 他很了解港股 如果是玩美股 你不用问这样的问题 你问的是说 它还会不会涨 对不对 而不会问 它还有没有机会 好了 刚才说过了美股 我们现在就说美股的情况 美股的情况就好很多 我们美股基本上 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数 一个是纳斯达克 还有一个就是标普 这两个指数的 年复合增长率 都超过了10% 是非常优秀的数据了 那么重点我们要说的是 纳斯达克的100的指数 这12年的复合收益率 甚至达到了恐怖的18% 你觉得没什么 它复合增长率是 每年增加18% 同学们 如果你每年增加10% 这多少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翻个量 三倍到四倍之间 因为为什么只是个 大概的数据呢 因为每年的数据 肯定你自己的盈利状况 和大盘的指数 还是有差的 你只要死拿的话 你每年都有18%的 收益率 那么你如果买的是 像英伟达了 苹果了 特斯拉这样的股票 那你想想看 每几年就财富自由了嘛 我刚才说过了 如果10% 大概可以3到4倍 对不对 那么每股是多少呢 18% 如果你买的仅仅是 跟大盘的指数 走的差不多的 这些模型股票 12年的时间 你猜猜看 光靠这个指数 你的财富能增加多少呢 7倍多将近8倍 是不是让A股和港股 都万臣莫及的 所以呢 根据12年来的历史数据来看 其实每股的指数 更适合长期投资 还是短期投资呢 长期投资 所以同学们 我为什么说投资标的 不能只选一个 你哪怕只选一个投资标的 你还要分阶段 分仓位 对不对 这就是投资的秘诀所在 因为我们的这个频道 是在宏观上 教大家金融经济 在微观上 教大家K线技术的指标 怎么看一些 什么炒作波段 那么呢 只有在战术和战略上 都能够玩得很精通的人 才有能力 真正实现财富自由 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港股还值得玩吗 A股还值得玩吗 和港股的指数波动就比较大 非常大 已经不适合长期投资了 指数的波动会吃掉 大部分的投资者的收益 所以币圈 为什么我说狗狗币 如果你只是拿短线的话 你拿不住 你也没必要去拿 要拿去拿长线 要选好投资标的 一直在强调 如果你有能力 例如像老王子一样 懂得看K线 懂得操作交易 懂得金融和经济 并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极其稳定的心态和理智的分析事务的能力 那么你有可能在波段中 这种波动当中获利 而且会获得巨大的利润 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要怎么办呢 找好投资标的长期只拿就好了 对不对 我一直在权益交同学 支撑位置 你要根据主力位 但主力位数多少 支撑位置多少 那么它的趋势要怎么走 什么是实际行 什么是到处垂线 包括该零件 什么时候该入场 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买 变成形线 难度是越来越高 之所以要分班 是因为同学们 在本科的阶段 一个教授在大型的教室里面 是教一堆的学生 但是到了研究生的阶段 都是一对一的 孔子耶稣佛陀这样的 人类中的影响历史的导师们 他们的门徒其实都不多 哪怕是孔子他带了很多的学生 但是他也是一个一个的教 一个个的带 因为他是几十年下来 带了很多的学生 那么耶稣更不用说了 他传到三年就十二个真正的门徒 那么佛陀他的门徒也不多 你看我们的群里面就四百个人 初级班对不对 那么订阅我的频道的同学们 有一千四百个人 那怎么可能针对每个人来教 每个人教一天 我得教个几年 是不是 这是不可能 不能这样教 没有必要 每个人都进高级班 初级班和仅仅订阅我们频道 都够同学们受益终身的 只要你每天看视频 甚至都不用花太多时间 每天几十分钟十几分钟 有时候几七八分钟 对不对 有时候长一点 对不对 只要长期看下来 对你的 对财富 对经济 对金融 对政治 对历史 对一切的看法都会有改变 自然而然你随到取成就能赚钱了 都不用怎么学习 所以重点在于你的学习一元 今天横向和纵向比较了一下 那么你就知道港股它值得投资 很明显 答案已经不用我讲 我把分析的过程给你 你就是自然而然得出答案了 对不对 其实人类在这几千年发展下来 特别到了近现代 大家的投资品最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股票 楼市 还有现在的加密币 对不对 这就是投资组合 其实同学们 你们猜猜看 美国的楼市是跑赢美股还是跑输美股呢 实际上是跑输美股 它的收益率没有美股高 这是为什么呢 那细讲起来这个就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从投资者的分类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是什么人投资 来稍微的顺带的讲其中的一个因素 在美国豪宅还有跑车 不是富人的玩具 有钱人他们对价格是不敏感的 所以你们知道 阿里现在已经不是马云的天下了 他的主席已经变成蔡崇信 蔡崇信在2021年疫情期间 是买下了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的 南面的顶楼的豪宅 因为我看过他的采访 他买了几套 他的总价差在多少 同学们 接近接近2亿美元 同学们 所以他们这样的顶级的富豪 就不会把重点放在美股 放在房地产上 他们的有更好的投资表 就是他们的生意 刚才说过了 有钱人对价格不敏感 对不对 他的原因有很多 一种是投资贵暴力的影响 社会地位品质偏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经济学上的定义 叫做时间的价值 对有钱人来讲 他会更注重时间 还是更注重金钱呢 他更注重时间 例如皇帝最怕的是什么呢 怕自己死掉和老去 所以中国很多的皇帝 都是炼丹 吃这个 大药吃死掉 雍正也是 家境还地也是 为什么呢 有了权利和地位以后 他最重视的是人生的时间 所以有权有势的人 他们会更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来节省时间 或者得到更快捷的服务 那么这个跟房地产 跟股市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时候就要讲到两方面 一个就是股市 一个就是楼市 在股市中有钱人 可能更倾向于是长期投资 还是短期投资呢 是长期投资 还有个价值投资 所以巴菲特就这样子 同学们总觉得巴菲特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巴菲特这几十年的收益率 他是跑输每股的18% 刚才说过了 因为什么呢 他out了 他鄙视比特币 查理曼格也是 我也看过他们的书 所以个人的年龄到了 或者说财富增加了以后 他就没有这种吃螃蟹的心态了 因为我们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讲 关脚的不怕穿鞋的 或全亏了能亏多少 但这种有钱人 他们一亏呢 就几亿美元几百亿美元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在乎短期的价格波动 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个数据 金融一家的已经讲 一定要讲数据和论证 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 一份研究报告表明 美股的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美股的资金流入和流出 对美股的市场价格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美股往往是谁在玩呢 有钱人在玩 那么我们不讲太深 我们讲到第二个 就是有钱人对楼市的影响 就回到刚才说 蔡纯信买了中央公园的豪宅 还不只是一栋 为什么他会这样操作呢 其实在楼市当中 有钱人可能更偏向高端住宅和商业地产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 我们第一个是满足自己的居住的属性为主 而他们呢 刚才说过了 更在乎自己的生命的体验 生命的人生价值的长度 用钱来换时间 所以他们对价格不敏感 会导致高端地产的需求会增加 进而推高这些高端地产的房价 同时呢 有钱人会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的 他们让他们来玩狗狗币 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狗狗币会是一个很去中心化的币 在经济学中的这些研究表明 这些有钱人投资的经理和情绪 和他的选择性的方向会不同 当你如果说靠着狗狗币 你再次自由的时候 未来万一又出现新的货币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变得更加保守 反而是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又更加的激进 因为有钱人可以承受什么 长期的持有成本 并且对他们的资产的长期增值是有信心的 像巴菲特这样的人 他们求稳 宁愿把时间拉长一点 那么币圈的同学们都是 为什么做合约的人特别多 就是希望短暂的硬报复 这就是有钱人没钱人 对投资标的区别对待 没有好坏之分 我没有说褒奖有钱人 或者贬低没钱的人 贬低我就没钱人 也没有贬低有钱人 褒奖某谁谁谁 没有 纯粹实在表述事实而已 没有好 如果某一天 同学们在圈里面的同学都财务自由以后 我个人判定 你以后的投资的方法 方式会区别跟现在会越来越大 你会更想听很深入的投资的方案 和吸取投资的知识 是不太敢继续去碰那种 短期盈利的那种合约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更加的保守 希望先把你的手上的这笔 已经拥有的资产先保存 知道吧 所以当你变成有钱的时候 有钱的时候 你也会对这种高地 高端的地产 高端的房产进行投资 跑到美约 纽约跑到东京去买 市中心的这些高端的住家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衍生出 讲到哪里 就是金融上的财富效益 就是有钱人对价格不敏感 这就是一种财富的效益 它什么意思呢 其实根本上讲 就是资产价值的变动 会影响消费的行为 就是你变成有钱了 然后影响到你 买东西的方式和方法 和投资的习惯 也就是我刚才讲了 一路讲下来的这些 比较直观的例子 那么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资产价值的变动 会影响你的投资习惯 和消费习惯 有很多的这些研究报告表明 股市的财富效益 其实对有钱人来讲 并不是非常的显著 而房地产的财富效益 对有钱人的影响会更大 在这些有钱人当中 这种固定资产的投资 的比例会更大 美股也仅仅是 他们的投资标的中的 一小部分率 但是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基数很大 所以他们的钱的流动 会对美股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同学们 如果美国接下来降息的话 影响最大的呢 并不是对这些普通的穷人 而是对这些有钱人 因为他们的固定资产在那边 一旦洪水 就是货币的洪水流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资产在家里 就开始增值了 而穷人有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他手上只有现金 现金开始贬值了 所以当富人的资产增加的时候 他就会想干嘛呢 想把手上增加出来的财富 找投资标的去 刚开始肯定先流到保守的黄金了 美股了 最后会流到币权 币权是最安全的 只是币权里面最安全的 并不是说币权安全了 币权已经相对来讲 风险是所有投资标的当中 风险最高的 他如果说这些都买光了 房地产也买了 股美股也买了 他最后才会流到币权 币权他首选的肯定是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已经完全是有钱人玩了 所以同学们 今天从美股讲到了港股 讲到了A股 又从港股讲到A股 又从股票市场讲到了人类的历史 中国美国 又从历史回到了美股和港股 又通过美股港股 讲到了有钱人和金融的逻辑在这里 又回到加密币的币圈 这时候呢 你这一期节目听下来 会不会觉得好像跨越了时空呢 从清末贤荣想到了华盛顿 因为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人 理论基于知识和难记 你把这几个节点记住了 第一个就是贤荣和华盛顿 这同一个时代的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同一个时代 美股港股和A股 对不对 那么到了新的时代 新金融秩序就是加密币 比特币和狗狗币 再有下个阶段是什么 索拉娜 以太坊 你把一个东西比较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乾隆朝代的人 想到人类要去火星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乾隆朝代的人 发现比特币和狗狗币 这样的惊奇的货币的时候 你简直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 所以人类是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并且是加速的运行和奔跑 曾经委也说过 金融的几百年的历史 在币圈仅仅十年的时间 全走过了 好的 这几个上网 把刚才的理论 转化成形象的符号 或者说具象的东西 就是我昨天上期的视频说过的 把金融数据变成K棒K线 那么你也通过这个方法 把今天的这节课 浓缩成一些形象的人 或者事物 币丫固 这节课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币固人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想进我的电报群 目前我们电报群的朋友还不多 反正到越到后期的门槛越来越高 那目前进群的条件很简单 冷静听 订阅我 评论区留言给我 告诉我你已经订阅了 我会发链接给你 你就可以录去了 拜拜 下课 做这么长的视频不容易 我的下巴泪脱臼了 没有你的订阅 就没有我的持续更新 我要衷心的问一句 您订阅我了吗 还没有 那赶紧按一下 章鱼老王子频道的订阅按钮 订阅走一走 活到99啊 点赞按一按 视频没白看啊 点赞按赞按订阅